《金門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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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作品是叫《金門之雄》 我們看到的是 一部非常頂利的一個坦克車 就在上面 這邊還有一架 但是以金門之雄來講的話 作為他的最主要的主角 那畫家是 我們那個顧重光老師 顧重光老師 他是以寫實的 跟細膩的筆觸 來表現他的主題 通常他的畫作裡面 會有很寫實的描繪 那我們在初看 這件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看不出 顧重光老師的功力 因為整個畫面裡面 尤其是畫面的背景 因為背景他是畫一個 非常漆黑的一個夜晚 那那個夜晚 其實他整個夜晚 他用了很多的暗色系 那時候暗色系因為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也沒有清洗也沒有保養 他還有很多環筆思成的病變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表面上 看到很多的背景 黑蒙蒙的一片 看不到他很明顯的那個 藍色裡面的筆觸 也看不到那個藍色裡面的 另外一種變化 那我們那時候只看到 就是黑然後有一朵一朵一朵白白的 那很多一朵一朵白白的那個部分 通常不是顧老師所畫上去的顏色 而是黑色裡面的 暗色系裡面的那個白霧現象 所以就會讓人家覺得整個畫面非常的混亂 那再加上那時候坦克車上面有布滿了很多的灰塵 那我們也看不到他在描繪那個坦克車上面的那個 很細膩的筆觸跟坦克車的造型 光銀我們都看得非常模糊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整個顏料層其實用的不厚 可是我們那時候看上面的時候 其實他有很多那個很細的那個均裂紋 細細的 他跟所謂的年代均裂紋有一些不同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會影響到我們要做修復的時候 如果去清洗那個白霧現象的時候 很容易因為那個均裂造成淺層的剝落 所以我們也是剛開始要修復的時候 我們有規劃了一部分要做骨瓶加固的部分 在上面跟下方都有一些老化性的一些均裂紋 那我們就是先幫他做了這一部分的骨瓶加固了以後 我們才進入到整個修復的重點 那修復的重點當然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把一些白霧現象的部分把它清除乾淨 然後上面的油然後灰塵包括一些藍色上面以前可能過去有花霉的部分 我們就整個把它清乾淨 我們在整個修復完以後 我們重新再去審視這件作品的時候 忽然會發現到 顧崇光老師他把整個畫面裡面的切割 從這個地方 其實他是有很清楚的一個海平面的一個膠帶 這個海平面這個地方有淡淡的一個曙光 然後這個地方有那個小小的浪花 那在這個整個暗的背景裡面 他特別去凸顯了底下的這個一個光影的部分 形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對比 那這個對比裡面 等於把整個作品的那個焦點就拉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光影就從這個地方 然後慢慢散化到整個坦克車裡面 那那坦克車裡面不管是暗的或是亮的部分 他有很清楚的膠帶 是把每一個細節都畫得非常的傳神 也非常的清楚 在修復前我們其實那個部分是很模糊的 那經過我們清洗以後 尤其上面有站著一個軍人坐在上面 很清楚 就是感覺他就是代表一種英姿 非常的雄壯威武的那種英姿 就在戰車的上面 那整張畫的那種感染力其實是很強的 我是比較喜歡用欣賞一些藝術品來看這一張作品 就是他在整個畫面的處理裡面 他所要說的那個主題裡面 其實是很能夠感動你要看的人 那個所謂的漆黑裡面的一道光芒 就從這個裡面散發出來 我會想要說它很難的 就是這一點 那在某CT在平台裡 有一個觀衛信 這一點 是否才能對我 得到站著 因為我的愛 所以我一會 也不得了 你看這個人 我們這次 要是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